肥仔傑也成功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後衛生署會有份文件 我在此給大家看看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到 這份是接種疫苗後的證據 大家好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1年2月26日 今天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是早前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 而被拘捕的55名攬炒派 即將會在今個月的2月28日正式提告 因為早前他們被拘捕 但一直都是保釋外出 但現在2月28日即將將他們告上法庭 到底這消息是怎樣來的 到底是否2月28日一定會上庭 而另外這群攬炒派又怎知道自己2月28日將會被控告 然後落差上庭 那整件事是怎樣呢 稍後會和大家詳細討論 另外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今天是第一天 開始全面的社區接種科興疫苗 而肥仔傑有幸成為第一批接種疫苗的人 現在拍片時已接種科興疫苗 亦會和大家討論整個流程 然後分享一些感受 亦有一段影片想播給大家看 就是當時我們接種疫苗前後的情況 亦希望大家內心看下去 影片中會放在片尾上放給大家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給個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順利策的陷阱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你便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這55名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攬炒派 早前這55名攬炒派分別被國安處拘捕 但他們一直獲得保釋外出 而他們亦需要在4月份去到警署報道 但在昨天這55名攬炒派分別收到警方的內電 當中包括岑武輝、鄭達雄和袁家偉 都收到國安處的電話通知 說他們需要提前去到警署做報道 原定是4月的報道 變成在今個月28日 亦即是2月28日、2月最後一天 下午兩點到不同的警署報道 而岑武輝回應這件事時說 警方要求他當日聯同律師帶保釋紙報道 岑武輝問是否有機會轉換保釋或增加保釋條件 警方表示當日有機會做些動作 他們估計他們會正式被落案起訴 因為大家看整個法律程序 通常警方在拘捕了嫌疑犯 在足夠的理由或證據下拘捕嫌疑犯 拘捕後如果證據充足或已完成所有手證 便會將他送上法庭 當然有些牽涉到比較嚴重的案件 可能會即日提堂 然後讓法庭去處理 到底可否給他保釋或還押等等 因為警方最多只可以扣留他們48小時 如果上了法庭的話 法庭便可以令他們好像黎智英或胡志偉 還押更久 而今次這群攬炒派原先獲得保釋外出 而今次要他們提前去警署報道 可以說是再次拘捕他們或是提告 正式控告他們將他們轉介上法庭的其中一部 因為過往一直以來甚少說保釋要提前去警署報道 除非有些特別的事項 例如更改一些保釋條件或更改控罪 其實過往也有相關例子 就像閻學施政 亦是這些本土攬炒派的人 他們在2020年12月25日曾經表示他們要在去年12月29日報道 但被通知需要提前幾天到警署報道 當日警方更改了控罪 原先由非法集結改造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 所以先例來說除了正式落案起訴他們 真的帶他們上法庭外 有機會是改擔保條件或是改控罪 但根據我個人分析來計算的話 其實更改他們的保釋條件或控罪的機會比較小 因為他們今次涉嫌的是顛覆國家政權罪 亦是由國安處處理 而他們本身因為戴耀廷 所以他們顛覆國家政權罪 其實改控罪是改不了多少 但你說更改保釋條件這方面 因為一開始已經被他們保釋 而另外他們保釋後沒有特別犯了甚麼事 沒有說是潛逃 所以很大機會警方不是去更改保釋條件 所以根據這樣的邏輯去分析 最大機會是當日已經完成所有首證 未來2月28日將會在足夠的證據下 亦是詢問了律政司的法律意見後 將他們提前控告 不用等他們到4月在警署報道才拘捕 而是在未來警署報道時即場拘捕和 再次還押他們上法庭 而他們今次未來上法庭後 他們面臨的控罪很大機會是不准保釋的 因為根據黎智英主旨的保釋條件和保釋案例 顛覆國家政權罪是一條非常嚴重的罪行 而且根據國安法的條文亦規定 任何關犯國安法罪行的人士 都是不得予以保釋的 除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們不會再犯 但這群攬炒派 你說他們不會再犯的話 我真的不太相信 但你問我繼續橫壓他們 當然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接下來將會看看2月28日會否送他們上法庭 或者送到他們上法庭後 他們會如何應對如何處理 以及法庭會如何判這群攬炒派 這群攪亂香港人 說完攬炒派後 想和大家討論一些好消息 今天2月26日 就是我們全香港首個或第一日 去開放給市民接種疫苗的日子 早前因為政府系統出錯 有百多二百人已經接種了科興的疫苗 到今天還未聽到他們有何副作用或不舒服 或面癱等情況 我肯定沒有 科興向來也減少這些 今早第一日開放 肥仔傑帶來義工朋友 陪同義工朋友一起過去接種疫苗 所以今早肥仔傑也成功接種了疫苗 接種疫苗後衛生署會有份文件 我給大家看看我遮蓋資料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到 這份是接種疫苗後的證書 這裏是今次接種的疫苗是科興疫苗 而這個科興疫苗本身是我們國產疫苗 亦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疫苗 當然我看過的資料 國藥疫苗可能會比科興疫苗更好 但無奈我們沒有國藥疫苗時 科興疫苗亦是我個人認為最佳的選擇 而今早我預約了8時 和老友寄朋友一起去接種中心打疫苗 整個流程都非常順暢 唯獨門口排隊的人實在有些多 我也呼籲各位朋友 今早我見到的情況是 8時時已有些預約了10時或11時的人 已經來到門口排隊 事實上你這麼早過來 他都不會讓你進去 只是只會在門口站 所以如果朋友約了10時或11時 不用急於8時或7時便到疫苗中心 你可以等差不多時間或提前半小時才到達 而進入會場後因為不准拍攝 所以我本身拍了Vlog給大家看 在影片後我會播給大家看 但在中間會場不准拍攝 所以我在這裡大概和大家說情況是怎樣 首先你進入疫苗中心後 進入之前要掃個安心出行 很合理 那些小黃人如果造假的話 他們不能打疫苗 然後進入會對身份證和對短訊 然後對短訊後你可以正式進入內 等待這個接種 你首先會在一個等待區 安排分流 因為打疫苗的小小的房間有限 而這裡大概要排隊排三至半小時左右 然後就會去到接種疫苗的地方 有個姑娘幫你打疫苗 而本身肥仔傑是一個非常怕痛 亦非常怕針的人 我對針是非常恐懼 我甚麼都不怕 我唯獨怕針 我當時的姑娘打下來時 其實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純粹感覺到有些東西碰一下皮膚 但完全沒有痛楚的感覺 亦是整個流程非常快 兩三秒已經完成了 而當你打完疫苗後 他會有剛剛那張證書給你 而你拿著這張證書後 你便會去到一個休息區 大概要休息三十分鐘 如果中間出現了甚麼不舒服的情況 你要記得和護士說 如果三十分鐘沒有情況 沒有任何副作用出現 你便可以離開 而當中有些老友記或朋友會問 如果我本身有高血糖尿病 可否可以打呢 我看小冊子上其實是可以打的 但當然你最好要先問醫生 因為有些情況是不能接種的 例如我有一個朋友 他早兩天打了破雙風針 而他打了破雙風針後 他14天內是不能接種疫苗的 而如果你真的不清楚 但你已經去到會場 其實會場有住場醫生 亦會為大家看看你會否適合打 如果不適合打他也會不讓你打 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問一問醫生 問一問自己家庭醫生 或是你去覆診時問一問醫生 方便嗎?可否打 最安全最快 而打完疫苗 因為我拍片時是中午五十二時左右 我大概九點多時打完疫苗 九點十分打完疫苗 而打完疫苗後 我到現在已經三個多小時 我並沒有出現任何不舒服的情況 而打針在手臂的位置 亦沒有痛楚亦沒有疼痛的感覺 是一個非常舒服、非常快捷 甚至我覺得自己精神了 我在此也是強力推薦大家一定要去打疫苗 首先第一,你現在打的是科興疫苗 信心保證、副作用比較少 第二,大家打完疫苗後 有一天有機會可能在工聯會推薦一個項目 就是打了疫苗的可以憑著你的接種卡 便可以免隔離回內地 亦是一個好選擇 第三,因為疫情關係 為人、為己、為家人 也希望大家可以提早 盡快接種疫苗 然後也有助我們社區達致全民抗疫 而下一針將會在28天後 再次回到政府打針 到時也會和大家記錄一下 而在這段影片 待會幾十秒後 我會播放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就是今早 肥仔傑去接種中心 然後離開了接種中心 同行的有李智經、陳家沛、四方的Adrian 空姐牛肉飯 我們一起接種完疫苗後 有甚麼感受 大家會如何感覺到疫苗或整個流程是怎樣 是否純粹是肥仔傑一個說話舒服就是 肥仔傑有沒有騙你 待會這段影片將會給大家看一看 另外播完這段影片後 最後也會播放一段是和高智深導演合作拍攝的 就是講這些小黃人怎樣去討論我們政府打疫苗的影片 希望大家細心看下去 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給大家看看肥仔傑今天的精彩疫苗之旅 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我來到沙田這裡 今天是2021年2月 26日 為甚麼我今早早8時 為甚麼會來到沙田這裡 因為我要去後面 沙田這個圓和路體育館 圓和路體育館做甚麼 就是和梓敬他們帶一些義工朋友去打疫苗 事不宜遲 馬上出發 看看到底國產的科興疫苗 到底安不安全 打下去 舒不舒服 有甚麼副作用 馬上為大家揭曉 去片 我來到這裡是體育館的門口 和我旁邊阿金仔 劉金仔 沒錯 如果未訂閱劉金仔 記得去Youtube訂閱他 亦要多看運賬 我們現在正在排隊 我們看看這條龍 其實這條龍是有點長 我們排隊進去看看 待會打了疫苗 是甚麼情況 緊張嗎 很緊張 緊張嗎 不要緊要 我自己很怕打針 我也很怕打針 還有早兩天我出現了一個狀況 早兩天我突然山風爛 晚上我就去醫院打針 我當時做正常新手席 然後就山風爛 晚上去醫院打針 我最後要問一下姑娘 我正在吃抗生素 抗感冒藥 可不可以照樣打呢 有機會打不到的 先問一下 我們稍後出來和大家分享情況 好 拜拜 好了 打完疫苗了 打完疫苗 現在我們出來 在體育館外面 有很多人在這裡 因為打疫苗那一刻非常方便 如果大家怕打針 或者怕痛的朋友也不用怕 因為這次我一個是非常怕打針的人 但這次我一點也不痛 也一點也不怕 而且非常快 我們不可以問其他人的感受 最重要是抓住你一個 李梓敬 你好 打完疫苗有什麼感受 超級沒問題 因為我平時打到這樣針 都覺得有一點點刺一下 但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問了一個護士 他的針是特別幼的 而且護士可能手勢都很好 所以打下去完全沒有感覺 好像有人這樣 跌了一下也沒有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打的是哪一種疫苗 這個當然是國產的科興疫苗 沒錯 中國人當然是打中國疫苗 沒錯 還有下次第二針要記得回來打 當然 他會去SMS提醒我們 這個在28天之後 我們就會接種第二劑的疫苗 整個過程都很快 我們8點進去 其實9點2已經可以出來了 OK 大概一個小時而已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去打疫苗 好 我再訪問一下西方康的這個 大家好 招集人 Adrian 怎樣 你打完疫苗有什麼感覺 我的感覺當然非常好 但我剛剛才聽到原來你怕打針 我怕的 為什麼你會這麼怕打針 怕被人刺 你應該不會怕的 哈哈哈 不過話實話 我問那位護士 我問他最像什麼 是 他就說最像流感針 然後其實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原來已經打了 所以感覺是無端端就打了 所以其實他真的很快很快很快 還有今天雖然這麼多人排隊 其實那些義工說真的 都非常之有效率的 說真的 工作人員安排上面都是流暢的 非常流暢 如果你有什麼不明白 他都會跟你解釋 因為今天大家看到 一定是長者比較多 沒錯 所以其實他們對於長者有什麼疑問 其實也都非常之有耐性的解釋 沒錯 接著那些醫護人員 又非常之 其實說真的 手勢真的非常之好 你喜歡護士姐姐而已 我那個是男人 哦 不錯 哈哈哈 所以就 但是雖然是男人 他今天這位護士先生 他的手勢真的非常之好 說兩句就已經打了 所以就 真是 一讚 抵讚 記得 大家其實就應該在這個時候 我知道其實大家很踴躍 其實應該走到最前線 希望告訴其他人 其實打了疫苗是安全一點的 好 希望大家都踴躍支持 沒錯 另外對面還捉到兩個人 一個就是Annie 空脂牛肉飯 大家好 打了疫苗沒有 打了 剛剛打完了 非常好 真的快到打針 對了 又不痛 他就是打針 哈哈哈 比平時打針快 還有 很細心 是的 是的 由入場 登記 到介紹 到打完之後 都非常之誠心 我也同意的 其實這次我打針前 早兩天我就刪封爛 然後我現在在吃抗生素 和抗敏感藥 我問姑娘 姑娘說沒有問題的 可以打的 我照樣放心打下去了 但是以我所知 因為有個朋友仔 他們早兩天打了一個破雙風針 但是就不行了 就不能打了 安全起見 沒錯 其實我也有一點點關心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有些藥物敏感 是的 但是我也不理了 我也很信賴 但是你現在都沒有敏感 我們都打了一個多小時 是的 所以起碼沒有雲低 起碼沒有麵痰 哈哈哈 起碼先安心BioTest 這個不用問了 真是純粹醫學分析 撇開任何顏色任何政見 科興是最值得打的 沒錯 大家是真的看多些醫學數據 我們不是什麼都政治行先 記得現在要盡快去預約來打了 是呀 敷光了 敷光了 不緊要接下來再開再打 是呀 沒錯 好 我現在抓完Annie 我抓到嘉莉 Judy 陳嘉培 Hello 大家好 你打完針後有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哈哈 非常之沒有感覺 因為我和你一樣 我也是很害怕打針的 是 老實告訴你 剛才排隊的時候 我有一點腳軟 我也是 我也是 有點害怕的 是的 但是打那一下 是感覺到它刺下去 但是完全不痛 還有它注射進去那一下 都完全沒有感覺 真的沒有感覺 還有很快手 很快手 可能兩三秒的事 沒錯 所以我看著針 我怕的 是嗎 基本上你看著是會更害怕的 但我看著都覺得OK 真的很好 沒錯 所以現在就等28天後 再打第二針 完全不害怕 所以都希望 我們多些人就快點打 雖然我知道壓滿 但是真的 真是那句 早打早享受 是的 它有三種疫苗 科興 復星 Biontech 和阿斯利康 你推薦哪一種 我當然是推薦科興 你看看我們 我們現在打也是科興 沒錯 我們打也是科興 因為科興都已經滿了壓 只有科興滿了 但是大家如果留意新聞 你看看國內幾千萬人已經打了 是不是很大支強心 所以就特別有信心 沒錯 我們今集訪問這麼多人來到這裡 記得要訂閱肥仔傑的頻道 按個like share這條片出去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是對的 我們有大台照著 你總之按計劃進行 我已經安排好自己人來報道 有大紀元 獨角 暗報 立場新聞 廣台開槍集 方張西網 這個是自己人來的 他們差不多到齊了 你進去吧 總之搞他們回來找我 終於等到了 一如有這麼大作這麼大 出頭跳吧 哎呀我暈了 喂 哎呀 哎呀有人暈了 喂 哎呀 它暈得很重要 哎呀 剛剛黏著藥膏就暈了 我剛剛貼了政府的藥膏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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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看怎樣 我現在又暈又發燒 那些藥膏 有副作用的 除了這樣之外 你還有什麼感覺 我現在又想吐了 多得他不少 要不要通知你家人 我現在找不到兒子 我的兒子在麥當勞上班 真的送你去醫院 我走不動 我現在發困 你剛才不是發燒嗎 他又發冷又發熱 都說藥膏是有副作用的 這個政府真是壞 要反 我現在眼花 我什麼都看不見 哎呀 他快變瞎眼淚了 是不是直播中的 是啊 直播中的 是啊 我看不到東西 我瞎眼 各位女士 是呀 是呀 是你 你漏了一副老花眼鏡 哎呀 直播中 直播中 不讓你玩死呀 哎呀 我暈了